走 走 娘 快走 子良 走慢着 娘 我们能晚点走吗 我想参加我们学校的文明戏 子良听话 去外公家也可以演文明戏啊 乖 走 走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别磨蹭啊 我不想走 乖 嫂子 二叔 女儿阿姨 你这是要去哪儿 我爹娘有些想子良 我带她回去一趟 嫂子 我一直想问 子良是你在回娘娘的时候生下来的吧 你问这个呢 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搞懂 嫂子生子良的时候 前前后后在娘家生活大概有一年多 而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我哥一直忙于店里的生意 从来就没去过你娘家 这么说 子良她 天想 别说了 我们走吧 子良我们走 嗯 嫂子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二少爷 你仗着老爷的宠爱 越来越不知道掌幼尊卑了 大少奶奶毕竟也是你的嫂子 请你放尊重点 滚开 二少爷 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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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子良 子良 给招 给招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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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大夫 快送进去 来 子良 子良 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没想到会伤到子良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做出伤害子良的事 你为什么不信啊 为什么 雪儿 非要到现在做出伤害子良的事 才可罢休吗 我告诉你 万一子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天长 都怪我 要是我能走早一点 就不会遇上天下了 子良就不会有事了 大夫 怎么样大夫 大夫 子良怎么样了 孩子失血严重 已经出现失血性昏迷状况 现在需要马上给他输血 我来 我来 你们 先要去做一个血型匹配 只有血型匹配合格 才能输血 好 好 跟我来吧 好 让一张 让一张啊 让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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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儿等一下 别着急 大夫 怎么样 上官小姐的血型不对 但是先生的血型是可以匹配的 那还等什么 来吧 我还要确认一下 你和患者 你和患者有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有什么问题吗 是这样 在欧洲就发生过多起 直系血亲书写给患者 造成病人意外死亡的案例 所以 我们尽量避免 直系血亲之间的书写 没事 大夫 我是子良的二叔 我书写不会有问题 真是血亲会死人 跟我来吧 好 等等 天下 你不可以书写给子良 子良会死的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不可以 不要给子良书写 他会死的 你终于承认子良是我的儿子了 不可以 大夫 用医院的血码 多少钱都无所谓 好 我去办 雪儿 好 雨风 你先进去 我去办点事 等我回来 天下 天下 对不起 我之前没说子良的事 也是逼不得已的 你说什么 看来你是不在乎子良的 死活了是吗 你个贱女人 言而无信 很少 雪儿 你没事吧 雪儿 你没事吧 吴天翔 我就知道雪儿有事瞒着我 但我死也没想到 用我儿子的命威胁我女人的 竟然是我大哥 天翔 天翔 小心哪 天翔 天翔 雪儿 你没事吧 哥 哥你快去 快去救天翔 他不会有事的 雪儿 你别过去 你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你онь得 你想到你了 你过来 你还没关系 你过来 事情就是这样的 子良 是我和天祥的孩子 我们还有一个女儿 现在下落不明 是我的错 是我弄丢了两个孩子 别哭了 雪儿 天长你留下 其他人出去 走 雪儿 别担心了 雪儿 嫂子 一会儿有什么话 当着爹的面再说吧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要不是子良受了伤 还要瞒着我多久 没话说了吧 岳 我为伍家长子 结婚多年里 应为伍家天之散业 奈何一直不能如愿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 才出自下策的 天之散业 就要买别人的孩子 做这种夏天的事吗 混账 你说 雨凤不能生 你也为你做主 在外美 你真正的词 簽了 他们都会说 你是不是 也不做主 不做主 我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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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做主 又你不做主 我派了 你不做主 我派了 还是 我派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眼睛 玉峰 不愿天长 都是我的错 自从我嫁到五家以来 一直没能为五家开枝散业 心里很是着急 才想到了买孩子的方方 天长她是个好男人 他从来都没有责备过我 请爹不要生天章的气 天下 毕竟这是家事 你想怎么解决 爹 雪儿这么多年来 一直承载着寻找孩子的重担 现在终于可以团聚了 我觉得我希望 不要 天下雪儿 我求你们不要带走子梁 子梁它是我的命根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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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吵吵孩子 啊 我想 你也不想让他受到任何伤害吧 你说这小孩子可真是太脆弱了 要是一不小心从这假山上摔下来 或是掉进湖里 吴天章 你要是敢伤害子梁 我跟你拼命 家仲不可外扬 还是由我来决定吧 子梁 还是让天章他们养着 反正 他也是我们五家的孙子 毕竟 这六年都是天章跟玉凤在照顾 他们的感情是很深的 如果现在 让子梁知道 他的父母不是天章和玉凤 他心里会很难受的 不行 子梁必须是我的孩子 我害怕他受到一点伤害 我有自己养子梁 不会的 雪儿 我向你保证 我会带子梁一如既往 不会伤害他一分 我求求你 雪儿 你就当可怜可怜我吗 我不能没有子梁 对不起 我还是不能放心 要不这样吧 让天章立个字去 子梁没成年之前 不能变卖 他名下所有财产 等子梁成年之后 他才能取得自己的一切 必须要保证子梁 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 天章 说话 一切都听跌等安排 来 往那儿让一下 让一下啊 雪儿 搬回来出马 我不能 为什么 子梁都找到了 为什么还不能回吴府 我哥肯定不会同意的 不会的 会的 我不会让雪儿回到吴府 一定不会 哥 你怎么来了 雪儿 哥哥放心不下你 就从医院直接到这里来接你回去 吴天翔 你哥哥竟敢拿子梁的生死来威胁雪儿 甚至企图伤害雪儿 这已经触及到了我的底线 回去告诉吴天章 他要为他做的这些付出代价 上官兄 你身为警察这么说话不好吗 就在几个时辰之前 吴天章当着你的面写写些掐死雪儿 短短几个时辰之后 你就开始替你的好哥哥说话了 且不论我是否有失身份 就凭你不变黑白 于衷于笑的做法 就没资格接雪儿回吴府 我现在不想再跟你多费口舌 趁我还没有把被吴天章的怒火烧到你身上 赶紧从我的视线里修饰 不好 我保证 我会保护好雪儿 我们走 雪儿 上官兄 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同意雪儿跟我回吴府 我永远都不会同意 走 找到女儿 找到女儿我就回来 那我都让你离开 我会保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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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触找你 这 真有必要这么做吗 你也给我找不痛快是吗 那 不是 我知道了 你别生气 天章 我照做就是了 我一个大男人 想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孩子 都觉得力不从心 你却已经默默地找了好几年 笨女人 你怕我知道你丢了孩子责怪你 怎么就不想想 我要是知道孩子的事 你能早点有个依靠 孩子可能一辈子也找不到了 但是你 我绝对不会再失去 天降 这是上海所有福利院孩子的资料 你要这个干什么 放这儿吧 放这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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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妹妹已经离开了我家 是离开了沙家 换回来和我一起住 不孝儿 来要养 再无后顾之用 准备着手 替爹娘报仇 没看出来上官队长 还是有故事的人 许准 你怎么会在这里 藏宝图在你手上吧 什么藏宝图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或者我应该叫你蓝耀养 这么说你应该明白了吧 你是谁 怎么会知道这些的 你想干什么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藏宝图本来就不是你们家的东西 现在该物归原主了 蓝耀养 你如果真的以为藏宝图在我手里的话 我们蓝家至于家破人亡吗 你的意思是说藏宝图在沙家手里 凭什么相信你 你相信我 我为什么要让你相信 告诉我 沙家的人在哪儿 徐转远 你不是知道很多吗 自己去查吧 蓝太安当年到死 也没说出藏宝图的下落 尚官耀养说自己手上没有藏宝图 应该不假 但是 我打听沙家下落的时候 尚官耀养明显更加警惕 这反倒说明尚官耀养 真的知道沙家后人在什么地方 只要我盯紧上官耀养 还怕找不到沙亮吗 来 吃点这个 来 天翔怎么没回来吃饭 爹 天翔刚才来过电话了 说警察局有一堆文件 需要赶紧清理 今晚就不回来了 爹 有一件事情要跟您商量一下 我岳父那边最近想子粮想得厉害 还特意派了电报 说让玉凤带着子粮回去小住一段时间 哦 子粮啊 从小在沙家家长大 想他是应该的 什么时候走啊 还是 让子粮过两天演完这文明戏 才让他走吧 行 劝听点您的吩咐 嗯 吃 行 好的 嗯 好 拜拜 谁的地话 好 你先坐 是我老爷打来的 他说 子粮今天在学校有一场文明戏 可是他有事去不了了 所以呢 让我带他去看 哥 喝茶 不许去 哥 雪儿 我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喊你去肯定是因为武天祥也在 武天祥每次害你 都能找到机会获得你的原谅 这也是他的本事 吃定你的本事 但是雪儿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武天祥就是这只刺猬 不高兴的时候就会扎你 高兴的时候还会扎你 就像穿山甲那样的女人 才能包容她 而你 正好相反 你是一个像小猫咪一样 温顺柔软的女人 越是接近她 越容易受到伤害 早晚你们都要分离的 适合你的不一定是武天祥那只刺猬 而是一个同样 温顺柔软的男人 哥 天祥已经在改了 改了 你受伤了 陈汉文受伤了 子良也受伤了 哪一件不是他做的 改了吗 雪儿啊 等武天祥再次登门你就知道 他永远只是一只刺伤别人的刺猬 哥 可是我已经答应吴老爷了 我来帮你推掉 哥 你现在来帮你去吗 天祥 看你起来 你怎么来了 你一个人出来 我不放心 就过来看看 给我的 你知道 有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总会卖一些小东西 来换钱买饭吃 我就顺带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台湘木的 做工很精细 是贵儿帮我挑的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你是李秘书的千金 怎么会喜欢木三子 谢谢 我们进去吧 我现在 已经不是武家的儿媳妇了 只是一个外人 去了不自在 我还是在这里等吧 对了 时间差不多了 你先进去吧 要不然乖儿 又该跟你耍脾气了 乖儿 她耍气脾气来 从来都不找理由 她就是一个魂不力 清夏 你的笑容 比以前多了不少 乖儿 是 乖儿 你笑起来特别好看 乖儿说的吗 我说的 我说这这演出啊 有意思啊 对 你家耳人家孩子 爱你这只能看 是吗 好 好 听下那么回事了 这雪香那么太挺好 还不错 我是美丽的白雪公主 怎么是白雪公主 不是格格吗 人家国外的公主 不就是中国的格格吗 为了躲避皇后的追杀 我只有逃到森林里 可是我在森林里迷路了 真棒 要是雪儿在就好了 看我们子粮多棒 这节目排得不错 是啊 老师一会就出现了 老师一会就出现了 看我们子粮多棒 是啊 皮革 喂 喂 你们是谁 你是谁 为什么会来我们的地盘 我是美丽的白雪公主 你们呢 我是外势托 我是害羞鬼 我是瞌睡虫 而且我是喷嚏鸡 我是开心鬼 我是狐独蛋 我是爱生气 由于我们各自小 别人都称呼我们为 小矮人先生 小矮人先生 我现在无家可归了 你们能收留我吗 看你长得挺漂亮的 收留你也可以 但你必须要跟我们一起 刷饭 补床 洗衣 打扫 不只弄了我们的小房子 好 我们一起玩吧 好 好 不好 贵儿 你怎么把白雪公主绊倒了 是子凉哥哥自己绊倒的 贵儿子 今天脚签得真好啊 好 再见 二弟 哥 嫂子 出来这么早 拜拜 走吧 一起回家吧 对 我还有点事 你们先回吧 乖儿 刚才你演得真好 走吧 我来 辛苦了 辛苦了 幸福了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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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来 清夏 舒适好 好 徐来 再见 快点快点 快来了 谢谢 谢谢 对了 你们没事吧 请你们吃顿饭 你们去吧 我先回去了 你先带着青霞和子梁回去 我还有点事 青霞 你和玉凤他们先回去 玉凤 青霞 你们在路上一定要小心 别让孩子乱跑 好 回去吧 我们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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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name 大信 云 Mongol 等一下 所以呢 咱们 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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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你看那种 你去给我听听 他们就说了 听闹吗 谢谢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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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东西给我吧 你走吧 先生请 请慢用 来 小心烫 好 好苦 真难喝 来 你这个小丫头 哪有一口喝半杯的 来 来 好吃 雪儿说女儿的脖子后面有个胎脊 我得看看 你弄到我的头发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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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响 你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吗 我一直以为徐专员也是单身 没想到 已经有个这么大的女儿了 我其实是想问 我一直以为徐专员也是单身 已经有个这么大的女儿了 已经有个这么大的女儿了 我其实是想问 为什么这么大的女儿 贵儿当然是我女儿 你应该认识吧 上官姚扬的妹妹 你们五家山珍殿的奇人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其实她的孩子 现在已经丢失 算起来 现在应该五岁了 我之前看贵儿演完明戏 样子就很像雪儿 所以才向你求证 对了 记得雪儿跟我说过 说孩子的后颈上 有块胎记 我能看看吗 我才没有胎记呢 天翔 你为什么对孩子的事情 这么上心 因为我是孩子的父亲 原来老二是来找女儿的 我才还是有心 可cios 昨天那天 我冲出来 我冲出来 这大小孩 你怎么没有 我冲出去 我虽然 你不生 你不能生 我去劝劝他 你再来 咱们之间的关系 比折子戏还强 这几年 谢谢你照顾乖儿 我这就去找雪儿 把事情告诉她 然后我们去邓文感谢你 好 欢迎光临 先慢走 慢走 折子戏 折子戏啊 老天爷是摆弄不了武家 这几个人了是 看着文明戏 就能找到自己 失散多年的孩子 巧合都是如此草率 我到底哪儿做得不好 连老天爷都向着武天祥 好 你们所有人都见不得我好是吗 做任何事情都向着武天祥是吗 我偏要比你们任何人都要过得好 乖 你找牠不是吗 你说这人是吗 她是吗 快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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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乖儿 爸爸找到你了 爸爸找到你了 乖儿 你不要我了 你不要我了 爸爸怎么可能不要你呢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 那个人 我是你灵养的 为什么要告诉他 我头上以前有胎记 你就是不想要我了 我不要走 我不要离开你 我以后再也不耍脾气了 乖乖听你的话 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好不好 我可以不去上学 不花钱 每天就吃一半的饭给你小姐 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好不好 爸爸 你别怕我 你又不给你 我已经吃一半了